那如果你觉得说 前面那几个车款 我都觉得还好 我想要看看双飞是不是有可能 其实我们的这个现场 帮大家列出来的BMW 2AT 虽然刚才爱大说它是娃娃车 可是罗哥以机能性来说 其实2AT表现得就不错啊 对不对 对 你相对于2AT的BMW的话 在宾市的家族 大概就是跟B class比较像 就是说它是小型车 可是它不是做这种动感运动型的 对 好啦 娃娃车 机能实用型 对 机能实用空间型 因为我记得2AT 它甚至有七人座版本 对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 这个是BMW Wish来了 对 可是卖得很好 它是UKL底盘的前轮驱动的版本 它用1.5升的涡轮 140匹马力 你看这设定都中规中矩嘛 对不对 然后22.4公斤米的扭力 每公升可以保到15.5公里的油耗 这一切都还不错 就是说你要进入双P的品牌 而且我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 我要当娃娃车啊 行了吧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2AT也是一个很好入手的 而且价格160几万 那又实用又好用 然后这怎么讲 你就是一个BMW的会员 的车主 对不对 你就是车主了 你可以去享受一下BMW的新车 它的科技 还有听说它的这个前轮驱动底盘 调得一样开起来很犀利 不过罗哥记人提到 2AT它的一个竞争对手 是这个宾市的B系列 B系列其实已经要大改款了 对不对 可是它每个月还是保有非常好的一个销售数量 我记得这两年我都有持续的在观察 B系列每个月的一个销售数量 大概都是平均300到400台左右 一个挂牌数量 而且这个数字比较好玩的点 相较于它其他的C系列或E系列 有水货车的挂牌 B系列而言 它是几乎是没有水货车在挂牌 所以每个月平均挂300多台到400台一个数量 可是相较于BMW的这个2AT这个系列 它大概都不到百量的一个挂牌数量 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大悬殊落差的一个差距 像罗哥刚刚提到这个2AT 它有一个七人座的版本 也是当时讲说 WISH BMW的WISH版本 那当然啦 事实上那个车感觉像是蛮实用的 这样子一个车身尺码 它也有七人座 可是多数买BMW人 希望它的这个喜欢它的操控 喜欢它的一个野性 带来一个运动的一个这个质感跟感受 那当然这个车外观见仁见智 多数人认为说 BMW做这样真的有点太温馴了 而且它现在这个七人座的版本 基本上它已经停售了 因为卖得不好 就是市场上的这个接受度并没有这么高 尤其以价格来说 所以现在你也买不到这个 所谓的七人座的这个2AT 所以其实可能只能找到二手市场去找 看看有没有这个2AT的部分 可是如果说你觉得说 我想要 不想要买一般版本的顶级旗舰 或者是说这样这种豪华品牌的入门车款 那我想朝中古车的市场去选择 那我们是不是请黄总帮大家建议一下 150万有没有哪些出色的中古车可以选择 现场我们看到这个X1 就是我心目中认为你要品牌 但是呢 我们买中古车除了价位品牌 还要考虑什么 经济性 那这一台18D呢 就是我心目中认为值得首选的 好 我们来看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一台车呢 它150匹马力 可是扭力高达33 如果你实际去试驾 油门一踩啊 你吓一跳 哇 这个车性能这么好 那它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如果你相对来看18i的话 它是用三缸1.5的引擎 很多人听到这样 它没兴趣 可是它毕竟还是服役了2.0的引擎 好 那扭力又这么大 还有另外一个我刚刚讲的经济性 它的油耗呢 高速高达20公里 这么好 这个就很炫了 又是休旅车 然后因为它在15年推出这个第二代以后 其实还蛮受欢迎的 那整个不管是空间感 刚刚我们有去试坐它的后座 有 头部跟脚步都相当的适合 它蛮多的 当然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升级到像X3这样的size的时候 那X1这一台车 我是觉得是非常可以推荐的首选 所以以150万这个基础来说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达人 150万 今天你的左右邻居 你的亲朋好友来问你 你会推荐给它什么车款 当然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些车款 都是值得推荐的啦 那罗哥你会推荐什么样的车款 我觉得像方总讲的中古车 也是一个好选择啦 就是说你在市场上面 150万你真的可以买到的中古车 那个范围之广啊 那你给我一台车 不论中古或者是新车呢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可以买到中级的 中型的休旅车了 中型 150万的可能三年啦 你大概就可以买到 因为中古车前三年是折旧最高 新车 任何的新车 折旧最高都是在前三年 你如果是一个实用取向的用户 你应该是买前三年的车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我那台车三年了 那个如果也是公司租赁的话 大部分很多的车子会落在这个时间 他想要换 他想要脱手 所以三年车你把 公司租赁 其实虽然可以每个月爆涨 可是事实上是在承受 这个中古车消耗最贵的 这三个年头 所以去接手这样子的三年中古车 它其实是最划算的 所以三年车150万就朝这个方向去走 然后找中古车 对 有很多的可以挑 那麦斯你觉得呢 你150万你会选哪一款车 因为我的车子都会开到 就是我不会没有想到说 要把它排掉或者什么之类 我比较不会去考虑它的折旧的问题 所以如果来选 我可能会选择V40 因为它119万的价格 我觉得是比较好入手的 那我买了之后 它的安全性什么也有 我就是把它一路开开开 开到有一天我要卖掉了 就是我也不在乎 它到底卖了多少钱呢 就是可能拿个五万块 十万块回来OK 那就好了 可是你的身高身材来说 你没有像小叶 麦斯现在开V&W 对 他塞进V40可以吗 那个是很旧款 而且是特价买的 所以麦斯 麦斯讲话不实在 那我们来听一下艾大 你比较实在 150万你觉得你会买什么样 150万我不会把150万花光 那也不考虑保值性的问题 也不考虑折旧的问题 因为我的选择会是 Toyota的RAV4 第一个进口修旅车 它现在又非常的超值 价格你用150万买 还可以便宜 还可以找很多钱 然后改一个20寸的旅圈轮胎 然后再改一个TRD的大包 然后再把这个悬调稍微调整一下 开出去超帅 然后开三年后卖 大概还有七折的一个 这个保值性的一个这个售价 我觉得这个是最划算的选择 这种事情是最划算的 最划算的 最划算的